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侯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卉蒙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这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真的要讲讲这件事 其实大家知道 自从中国大陆和很多国家有面签政策 包括这个国家去年出了很大件事 亦令到他们新任的总理 亦亲自去北京解释什么也好 或者给人信心 但是有出事 这个地方就是泰国的曼谷 当然亦有很多人喜爱的地方 这位大姐在曼谷有一个报案 原来他最后被发现不是在曼谷 是泰国北柳府当地警察发现黑色交代 结果就是他 他当然很不幸地人就没有了 而且身体也被分开了很多部分 很震惊这件事 北柳府警察就说 这个就是之前一位叫 严谋敏 因为三十多岁的女子 其实都被称为美女 警方也说现在在找着嫌疑人 不过现在警方就在找着嫌疑人 也有新闻说作案的都是中国人 不知道 现在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们说过 是不是什么 这里我看到是自由老州的新闻 我不敢确认 反正就说是双熟 不过刚才也都说是两个人双熟 究竟为什么是这么做呢 原来后来也都发布了CCTV看到一位叫做 马云青的人士是重大的作案嫌疑人 他就32岁 另外那位嫌小姐就很不幸地 应该就是经过其他鉴定 就是他 身体部分就是他的 CCTV也看到这位姓马的 同那位姓嫌的 其实有牵手的动作 所以判定两个人是熟人 而且牵手动作 会不会是情侣关系呢 艳疑人这位马生的照片和证件的消息 之后就是曝光了出来 都挺快的 原来有他的亲朋好友接到勒索电话 原来有些就说他不是姓嫌的 因为他是嫌的 有些就说他姓韵的 不要紧了 应该姓韵的 因为南方都市部就说他姓韵的 这位反正是女子 中国籍女子 原来他父亲 就是10日时已经和其他亲属 到了泰国办局 目前就在泰国等待后续消息 警方亦都告诉他 可以确认已经是他本人了 不过最后最后的DNA报告都未出来 目前 家属就在这位韵女士的组织地和常驻地报案的 常驻地就是深圳的 但是因为缺少资例还未立案的 韵女士的姐夫就表示厌疑犯 应该就是出生在安徽省 但是警方就说他不是 他是江西贯州 警方就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是其他国籍 究竟这个是真护照还是假护照 因为他说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 家属也从来没听过这个人 并不清楚受害人和他什么关系 也没有听过他的朋友提起过这个男人 当然相当惊吓 在他黑色胶袋里面好像什么床 这位韵女士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之前从马来西亚独自一人进入泰国换耍 而自己从6月30日 就是朋友失联 因为之前有个朋友和他一起去 结果韵女士就和朋友失联 对方原本就告诉他的朋友 有听的就是这个韵女士就告诉他的朋友 7月2日我们去报吉岛 但是没有出现的 另外这位女士虽然不回复自己的信息 但是手机保持开机状态 在这个期间韵女士的家属就是收到一位陌生男子 就说100万人民币 并且威胁不准报警 如果不就撕票 泰国警方32岁这位安徽籍男子 有着重大嫌疑 拍到他们两个好像很好关系 牵手 牵手到底是不是情绪呢 但是起码有一定的认识 对对对 原来他们从曼谷前往春武里府 有些叫吞武里 不重要 之后再去到北柳府 而韵女士的手机 最后一次出现信号的话 就是7月3日4点58分 就是差不多5点钟 警方就在这位生马的男人租车 还有住宿房间当中 是检测出大量清洗过之后 但是有血迹的一些东西 有血迹 根据泰国警方记录 这位生马的7月3日就退了房 还有租用的车 就从苏曼拿普机场 离开了泰国 原来他之后就去了香港 7月4日找女士的微信支付账号 很奇怪 因为7月4日可能人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的微信支付账号 居然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附近 买了榴莲和饺子吃 这些食品不一定吃 但是如果你是谋财害命的话 也可以买一些小吃东西 但是好像不怕被人发觉 毫无悲己 还是是另一个人来的 真的不知道 反正一切都是调查当中 泰国警方也说 因为他7月4日还在用他的微信支付 在澳门洗 原来嫌疑犯可能7月3日已经没有了 并且把他的身体分开很多部分 放在黑色胶袋里 进入粉红色的行李箱里 这些 如果你打开行李箱 你真是害怕了 然后开车经过荒无人淵的地点 但是他的腿在森林的池塘附近发现 如果你走过森林也挺害怕 不是说笑的 他去了香港又去了澳门 究竟他现在是否回到内地呢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笨 如果内地的话更加容易抓到他 因为人面识别那些东西 会不会是他把手机给了另一个人 他自己另有去想 不是 你的手机就交给另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手机是属于受害人的 他至少知道微信支付密码 因为人面识别不到输入密码 对啊 但是 如果你做了这么大件事 为什么要暴露你的行踪呢 博拉 这真的不知道 反正泰国 你说治安是不是很好 我相信一般情况下也好 但是 亦是有些诈骗集团也有在泰国 好像 在台湾地区也有人潜逃泰国 其实他的乡土剧虽然很搞笑 但是其实他们说很多人作了案在台湾地区 以前就逃往大陆 但是现在大陆人面识别得很厉害 台包整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识别到你 但是如果去泰国可能就有一个漏洞 原来53岁一位台湾男子叫做许绍阳 5年前涉嫌成立保险黄牛集团 是扎取盧建宝 就是遭到法院判刑 结果他回刑前立即着草去泰国 而月期居留在泰国期间 也保持着继续做生意 当然一些坏的生意家的引号 就是从事诈骗活动 并且涉嫌偽造在医疗证明 诈骗在台工作的泰籍移工 他比诈骗泰籍移工几百万泰匹 泰匹与台湾地区的货币差人差很远 上个月其实就已经把他拉了刚刚 就把他带回到台湾地区 原来这个人他15年期间 就是未有律师资格从事相关行业 并且成立保险黄牛集团 派出女业务员 其实这些案件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派美女适有医生去诈骗 即是美人计 派出女业务员到各大医院招揽客户 与医师勾结 诈骗取盧建宝 甚至有医师被美女业务员迷得 加入诈骗集团 之后被人拘捕了 判一年四个月 说得挺厉害的 医师判一年四个月 那位女士判七年有期徒刑 19年那位男士在服刑前潜逃泰国 改名叫许笑扬 蛤 许笑扬那么似 但不是那个笑 不是花香 是的 自医师的真花香 月期居留在泰国 也成立了涉嫌继造医疗证明的公司 就是协助在台工作的泰籍移工 在申报努保 诈取高额的 哦 即是明白了 就是拿一些假的医疗证明 我伤了 我病了 那如果你有保险 或者如果工商有保险 那就骗保险 那当然最后这些都是要捉他回来的 那泰国是不是都是有诈骗案呢 我们这里都有一宗 那些人就去了泰国的 去了泰国的 这宗很大 在留学生界很大 在澳洲 而且那个人也挺聪明的 她就读澳洲八大名校 识黎大学 一位浙江籍的女子 原来也是失联的 她之前最后出现的地方 就是澳洲的 雪梨的Retvon Retvon以前很复杂的 那些警察都是 有时候的警察都很嫂妓的地方 原来后来她就遭到勒索140万人民币 当时 其实 这位徐同学 就在泰国清迈被人找到 很搞笑 他本来在西德尼 后来清迈被人找到 没有生命危险 幸好 并且之后就回了中国 其实 这个徐同学 他就跟老爸老母说 我想在西德尼买房 但是130万人民币 买不买到 当然买不到 好吧 很近难 没有那么便宜的 澳洲 澳洲最贵楼价的地方 哪有那么便宜 就说看中了一套公寓 140万人民币 我当你现在差不多5 现在很高的澳市 二十几三十万 基本上很难 没可能 没可能买到楼 可能欺骗他老爸老母 不懂行程 第二天 他老爸老母说 买楼读书也挺好 他家里应该是有米 一次过给百多万 那么容易吗 就是会给徐 红鹤一笔买楼的款项 而他老爸老母 看回徐某的账户 发现 又是买楼的 为什么买楼 而是 他可能是 和他老爸老母是联名 看到 多次转到 为什么转到国内某个账号 他老爸老母就发现异常 之后就问 女儿 你不是说买楼吗 结果 他女儿 反应异常 好像有人威胁他教他说话 之后更加失联 他父母 在国内和澳洲报警 后来 这个真是 有幸运被泰国找到 是不是 有幸运 泰北第五区警局 就说 徐某 原来是 接到一通 诈骗电话诈骗集团 就说他们中国公安 就说喂 有人用你身份证 开通了账户 并且转走了 骗尼的钱 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指示 你就被取消 留学生签证 喂 慢着 中国公安取消留学生签证 那你也要用下留学生签证 澳洲政府给的 是不是 这么搞笑 如果有案底的话 告诉澳洲政府 可能会取消留学生签证 也不奇怪 然后诈骗集团 将他引导 是 泰国的 就要七百万泰匹 引导泰国 我也很期待 为什么不可以 在澳洲解决 或者回到内地 是呀 什么什么 就是 嘟嘟嘟嘟 是不是 哎呀 徐某泰国期间 诈骗集团就曾经向他父母继续勒索钱 他去了曼谷 并且被诈骗集团要求尽快 从清迈 去邻国 蛤 难道是那个国家 是吗 去邻国 不是缅甸吧 是的 是缅甸 警方在清迈昌美区 一间酒店找到 正在和 诈骗集团成员通话的徐某 并且 向他施救 最后他就和家人的清迈团在 回到中国 泰国警方也说 其实很多留学生都被人骗到去泰国 之前 这些名校来的 澳洲国立大学ANU 都是名校 世界上响当当 22岁的中国留学生安某 就是被人骗到泰国 就要 150万人 诈骗集团就说安某 你手机号码发出一些非法讯息 导致 某个人搞定了自己 如果你不给800万人民币 你就有严重的后果 这些一听就知道诈骗了 你搞定第一件事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了 还有 这些事 关他什么事 是吗 就算要澄清也不需要去泰国 对 不是回大陆吗 不过他有人说泰国才能澄清回大陆 你就不能搞了 对吧 这些真是 安某被骗 多次向指定户口回款 最后一次转到 50万 金额过高就过不了银行审批 是的 如果你 骗高的话他会问你 后来骗子就说他们可以通过泰国当地人物帮他 咦 透过泰国当地人物帮他在大陆留不留岸底 这个很远 这事发都制裁 是的 真是好笑 幸好安某被他找回就没有生命危险 但之前真的有留学生没有了 真的有留学生没有了 所以 这些 都令人担心 另外还有对山东夫妇 上个月 香港转机飞泰国 失踪近一个月 涉嫌亦碰片 变成了猪子 这对山东夫妇失踪了个多月 两个人亦都是 从祭南坐飞机到深圳 然后从深圳 南下香港 他最后一次 的定位就在泰国 他家人就向泰国警方求助 但是失踪那么多天 现在都没找回 是的 真的好害怕的 当然这个 我们 这次案件这位美丽的中国女生 究竟他是不是被人诈骗 还是 一些感情糾纷 挂葛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敢说 有些记得 你儿子做手术 有些说你老爸老母做手术 那些都是有的 但是 其实他拼命的 有时候你有个时间差 你找到家人 我朋友差点也试了 真的这样 有些人可能 你一时三刻找不到你家人 或者是 电话不通 你可能怕 救人啊 人命很紧要 当然这些就是用 危急的心理去骗你 其实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亦都是 上个月发布了 提醒留学人员 是慎防诈骗的 当然他不单止泰国有的 全球的中国使馆都有的 他不单止泰国的嘛 好像我们澳洲那么远 都搭飞机去到泰国 是吧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